大概今天的活動流程是這樣 剛剛已經大略介紹完魯馬庫 那再來就會以一個熟習的活動作為介紹的主軸 那當然也會分享一下我們熟習活動前在做什麼 還有熟習活動後做了哪些事情 還有一些未來的想像 好那這是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內容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 要講的還有很多 這次接觸的組織還有朋友們主要有四個 第一個是燦爛時光 也就是大家現在所在的東南亞主題書店 那當然跟他們合作也是一段時間 畢竟我們在三軍總院的那個小圖書館已經維持了一段時間 那第二個是桃園群眾服務協會印尼庇護中心 這個組織主要是由這次是由我們的一位社團指導老師來幫我們做牽線 那也是這次熟習活動那個活動裡面去那裡做中文授課的主要地點 那運尼庇護中心它是群眾服務協會的一個自主其名庇護中心 就是它會幫忙轉介一些在職場上受到傷害或者是 或者是雇主圍保或者是工傷之類的 或者是被法案產生 那政府沒有力量的話就會轉介到 他們也會主動去幫助這些移工們 提供他們一個暫時的居所 那要嘛就是轉介工作 要嘛就是在那裡等待轉介工作 要嘛就是回國或者是在等待法案訴訟完成 好那第三個是在中立以及桃園的商家們 因為這次暑期活動的主要地點是在桃園以及中立 群眾服務協會本來就在桃園 好那所以如果沒有在那裡的商家們 我終於可能會沒有犯規 好那最後一個是就是主角就是移工朋友們 好因為他們所以 嗯台灣多了很多不一樣的文化 只是嗯我們還要慢慢的就用心的去看 對我也是孩子嗯我也是一個學習者 對好那麼在介紹 呃 俯習活動開始前我會先跟大家說這句話 如果你用某人聽得懂的語言跟他交談 那麼內容會記在他的腦子裡 但如果你用屬於他的語言和他溝通 他會銘記在心 這句話是由曼德拉先生所說的一句話 嗯其實會跟大家提這句話是因為 今天我們我們是去認識移工朋友們 那其實很多台灣人也許在學習的歷程中都學了英語 學了很多西班牙語或者是法語日語之類的 但其實很少有語言可以直接跟東南亞的移工朋友們做溝通 所以想像一下如果你今天在 嗯假設大家是西班牙語是你的母語 那今天你在外國你在一個日語的你在日本好了 那突然有一個人跟你講西班牙語 也許那是如果他是用你懂的英語跟你做溝通 也許那個就是從腦袋裡面過去的話 就是你們溝通會在就是大腦溝通 但是如果是用他用你的母語講話的話 那其實是會就是用心在溝通的 所以呢為什麼會有這句話 就是我們在暑期前就是學習了印尼語 那學習印尼語當然印尼語不是 不是很多移工的母語 不過因為印尼語是他們生活中會常常使用到的語言 所以我們選擇印尼語作為學習的目標 好而且現在看護在台灣的話 主要也是以印尼語為主 所以我們就先以印尼語為學習的優先 好那再來的話則是聽講座 嗯就是由我們志工牌也有邀請一些老師 或者是我們直接去外面參加別的組織所辦的講座這樣 就因為每個人剛進社團的時候不一定都是那麼的熟悉 嗯社團的目標或者是移工的議題 所以需要這些來幫忙進入這個議題本身 對 好那再來的話還有閱讀書籍 就是平常會辦一些讀書會或者是 嗯提供一些書籍的參考 讓大家可以去從這些書上去認識移工 或者是認識移工議題 嗯或者是他們的文化 那最後的話是和移工朋友們小接觸 不好意思我把圖片臉遮起來 對 不過大家可以猜猜那個臉是誰 好 那這部分就是 嗯因為我們團內也有認識一些移工朋友們 所以 嗯我們 對我來說我還不會印尼語的時候就是有 嗯 老人 欸不要這麼講 好就是有 學 不不起 學長姐們帶我們去看之前認識的移工朋友們接觸 對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嗯 嗯要跨出跟 不管是誰好了 如果不是我熟悉的人 或者是 嗯 不能用中文講話 或者是 嗯 平常 也是應該說我自己活在我自己的世界裡面 因為我很少會去主動和別人聊天攀談 所以說 要認識一共就需要先靠別人的人脈這樣 對才能跟別人交朋友 雖然這樣說起來有點悲觀 嗯 好 好 那 這是四個主要做的事情 嗯 不過也是 如果大家有注意 欸應該不是 就是 畢竟第四個在對我來對我的經驗來說是比較少的 所以 基本上我在 那個熟悉活動前 的 對於移工議題或者是移工的認識 都是建構在別人身上 也就是別人用磚頭慢慢蓋了一棟房子給我 我進去看 然後看 哇 裝潢 哇 油漆怎麼樣 家具擺設怎麼樣 然後裡面有住誰 那其實 我一直沒有去 自己去認識別人 也就是我一直過度的 嗯 把自己放縱在一個別人建構好的世界裡面 造成我很容易 在別人的世界裡面去看事情 或者是說 就很容易的把一個人問題化 或者是把它想得很嚴重 但是其實 那是一種阻礙 因為今天跟你溝通的是一個人 它不是一個問題 它根本不是一個 一個好像是在書本上會出現的東西 對 那這也造成了後續一些小問題 那等等就會跟大家慢慢的分享 好 這就是剛剛那個但是 好 那那個熟悉活動是怎麼一回事呢 也就是 我們可以跟 我們可以自己寫一個企劃 就是 有安排一個三週的活動 我們寫一個企劃書 然後 去跟學校做交涉 那 他們會同意你的企劃書那樣 那我們就可以在那三週 去做一些自己在企劃書上寫的事情 對 那 那個熟悉活動 這一次 我和我的夥伴們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 換書 也就是維持 三軍總醫院 東南亞小書櫃的 維護 就是幫他們換書 因為畢竟不可能同一堆書一直堆在那邊 對 因為每個人畢竟喜歡看的書類型都不同 嗯 那第二個 是 在中立走訪 嗯 因為其實平常 也許我們不會走進一間 東南亞料理店 然後去認識他們 因為 他們的招牌也許你看不懂 或者是 他的營業時間跟你所 嗯 你online的時間不太一樣 所以 嗯 其實 也算是認識 這些店家去 藉由這些店家 然後再去 認識一共朋友們 他們的生活圈 對 那最後一個則是中文教學 嗯 剛剛有提到就是在 在桃園群眾服務協會印尼庇護中心那邊做的中文教學 那這部分剛剛有提到是 因為 社團老師的線線這樣 嗯 那 後面這兩者佔了 這場 分享會的主軸 那 這個先是換書的部分 好 這就是我們在 呃 一個小角落裡面擺設的 小書櫃 好 那再來的話我會以 中立走訪以及 中文教學 作為這一次的 分享故事的主軸 好 中立走訪 嗯 那其實 如果 我不知道各位如果今天想要去 訪問店家或者是 做一個 店家的小調查會怎麼做 那我可以先跟大家講我那時候的做法 嗯 其實我一開始就是把這個 自己想的活動想得非常死 就是 我拿著一本書 背著一個背包 然後拿著一支筆 在中立的街道上 慢慢的 畫一條路 然後把 欸 看不懂招牌全部都記起來 就慢慢也不記不記 然後 其實走在路上你就會感覺到 別人會覺得 你怪怪的 因為 這 這個 這感覺就是一個在 查水表的人 真的就是 你走在路上 因為中立的中午其實 嗯 挺熱鬧的 因為 有很多人會出來買午餐 所以就 你走在路上然後 你剛好要訪問的又是 嗯 可能人群比較多的地方 那 當然這麼做就會 嗯 就是一個 奇怪的人 然後他在查水表 然後有事沒事還拿書包裡面的相機出來拍這樣 就 對 那種感覺是非常奇怪 所以 其實後來做到一半我就覺得 這根本行不通 就是我原來的方法需要修正 對 而且 後來想一想就是 我今天要 記錄的不是 店家本身 應該是說 如果說 記錄店家本身 那我用Google Maps 做就做得出來了 那根本不用我 一個一個這樣人攻擊 所以後來我就 轉換的方式就是 嗯 去跟 這些店家的 老闆聊天 對 好 那 當然 要跟店家老闆聊天 當然也要一些 實質的 嗯 現實一點交換 所以這時候 印度米 就是印尼泡麵出現了 嗯 因為其實 我走進了一些 嗯 嗯 東南亞的雜貨店 那其實 雜貨店的話 就是印尼泡麵 算很便宜 而且 我也 蠻喜歡吃的一項東西 所以我就是 會去那邊消費這樣 然後順便 嗯 搭訕嗎 還是聊天 就跟店長做聊天 這樣 那 當然也不是每一件事都會那麼順利 例如 一開始因為 剛剛也有提到 有學印尼語 所以你就很想要用印尼語跟別人講話 很想要用印尼語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想要 你心裡全部都是印尼語和中文而已 然後 就 我走在路上 找到第一間 找到第一間 然後那是一間 賣SIM卡 賣手機的店 因為他的招牌我看不懂 所以我就跟他訪問 我就說 用印尼語 先用印尼語 因為我真的很想用 就想要實戰這樣 就跟他說 就跟他說 呃 好 現在有點緊張 我 在台北 但 我 在台北 我 在台北學習 然後 我現在在這邊教中文 那 我那時候不會講學校 最後我就說 HOMIE WALK 就是 我現在有一個學校作業 就是 可不可以採訪你 可不可以採訪你這樣 然後他就 我講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聽不懂 然後我就覺得 喔 天啊 我聽不懂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我 英語太差 那我就嘗試用 中文講講看 我就說 當然中文講的就會詳細很多 因為我英語不好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是一個 在台北就讀的大學生 然後 我有一項 學校作業 就是希望能 採訪在這邊的 看不懂的招牌的店家 然後 我講到一半 他還是跟我說 我聽不懂 那時候我就 明白了一件事 我就說 那可不可以用英文 對 然後他就說可以 那其實是一間 呃 以菲律賓人為主的 一間 賣手機 周邊商品的店家 然後我跟他 剛剛全部都用一些 他根本聽不懂 人跟他講 兩串話 那其實 一件蠻奇妙的事情 就是 呃 假設你今天在開店 然後今天突然有一個 人 走過來然後 呃 好像很想要 知道你某些事情 然後就跟你講 算奇怪 你聽不懂的話 然後 當然會 就蠻妙的 而且那時候說 沒有可不可以用英文 是他跟我提的 對 所以說我壓根 沒有想到 可以用英文這件事 因為 同樣是用 那種 APC的字母 那菲律賓也是 對 而且菲律賓 也有些招牌 也會用英語來做為 他們的招牌的說明 對 好那那一次是一個 嗯 算 神奇的第一次的經驗 對 好 那當然也不是每一間店都會 那麼的 小尷尬 所以 後來 就出現了 第一次 算是跟老闆聊天的經驗 好 那這是在中立的一間 泰國河粉店 對 那時候我就 走進去就跟 老闆娘說 因為我那時候肚子餓 我就沒想那麼多 反正我今天就是要吃飯 我沒有要做什麼事情 我就跟他點了一份 嗯 雞肉河粉 好 那我就先坐下來 不過 因為 中立的中午其實 嗯 對於 東奈亞商店的話 並不是每一個移工都 中午有 有空可以出來 所以 所以其實 如果是以東奈亞移工為主的店家的話 他在中午其實 只會營運短暫的時間 並不會整天營運 甚至是就關門 或者是一到五就選幾天來開 對 那這間店就是 那樣的類型 嗯 所以其實中午並不會有很多人去吃 那我就 想說 那就跟老闆娘聊天一下好了 那我就跟他聊天 然後結果 剛坐下來沒多久 他就 很開心的跟我說 欸 弟弟你的背後很好 很好玩 有泰文 這是怎麼一回事 對對對對對 就是我現在身上穿這件衣服 對 在這邊這個部分 有 有泰文 他就很開心 喔 弟弟你好不一樣 你那個背後有泰文耶 喔 我很開心 喔 天啊 終於有人注意到我衣服 然後我覺得 這件衣服原來有這種 可以 讓別人很開心的功能 我就 用他說 欸那這樣阿姨這是什麼意思 他就跟我說 是有責任的意思 就是肩膀 就很精準的 好像詮釋到了那個 這件衣服的意境 對 啊那個泰文文是唸 拉比喬 就是有責任的意思 在 欸 這邊 對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 老闆娘可能很開心 然後我也很高興 就這件衣服 竟然 有 有人可以教我說 那個裡面的一個字可以怎麼唸 這是一種解碼 對 因為其實 對於後面的文字 有些根本不是 自己熟悉的拼音系統 所以 就很開心可以把它一個解碼出來 就知道他怎麼唸 雖然我還是不懂那個 一個一個的泰語字母要怎麼發音 對 那我就跟這個老闆娘 就聊了起來 就說 那弟弟你在哪裡 唸書啊 然後 現在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在中壢 一個 可能 一個過期的高中生 在中壢那邊遊走 好 那我就跟他講了一下 我現在在中壢這邊 欸 教中文 然後 為什麼會來這裡 這樣 就跟他講 那後來 他也跟我分享 因為他 這位老闆娘他的中文非常好 他來台灣二十幾年了 然後 然後 他也有跟我提到說 他那時候覺得學中文好難 然後就要從 開始學 然後去補校啊 這樣每天學到好玩 那其實 就我 那時候就 開始有點體會 嗯 學中文這件事情是什麼 對 好那 我跟這個老闆娘還有聊了很多 其實就跟一個 就一個阿姨在跟我講話的感覺 就是他問我說 他家照考了沒啊 啊 你要去考 你那麼大啊 不會請摩托車這樣不好 或者是說 欸 嗯 你今天 呃 來這邊 然後 你知道我兒子念什麼嗎 然後 我兒子現在在哪裡念書 然後他就跟我分享他的 兒子的生活這樣 對 他的 欸這要講嗎 就跟我差不多大 所以 嗯 也許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跟他有話聊 這樣 嗯 好 那 這是 那一碗雞肉和粉 嗯 不過很特別的是 我又有問一下 老闆娘 就 這碗就是他的店裡面 有哪些人會去吃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 幾乎各國 或是 台灣的都會去吃 而且就在我離開的時候 又有人進來買 然後是一位 台灣的 台灣人 那 是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就有問說 他就有特別提到一點 他就說 因為 印尼移工的關係 所以他熬高湯 全部都是用雞骨頭下去熬 因為他說 印尼人 很多人不吃豬肉 所以他就用雞骨頭下去熬他的高湯 這樣大家都可以吃 那其實 那時候聽到我會覺得 嗯 這件事有點平凡 但是 蠻了不起的一件事 因為 他 讓 他知道來吃的人 會有哪些 然後他對於來吃的人 做出食譜上 或者是做出煮出來的東西做調整 讓大家都可以吃 我其實覺得這件是還蠻了不起的 或許如果台灣能有多一點這樣的美食店的老闆 會更不一樣 因為其實這樣的話 大家都可以吃到更多的東西 嗯 好 那最後我要離開這間店的時候 我就問老闆娘說 那這附近還有沒有什麼 欸 我看不懂招牌的店 然後他就說 對面有一間 對面有一間 我就說 欸那是什麼 他說KTV 那個 那個六日的時候你滿18歲 所以可以去 因為他知道我現在已經是大學生了這樣 對 他是一間 越南的KTV 嗯 好 那 再來的話 嗯 還有這間 印尼 沒有去KTV 我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敢去 對啊 我怕會被 會被趕出來這樣 而且我 我真的是沒有去過KTV的 對對對 嗯 不過改天或許 如果有 朋友願意和我一起去的話 我也許 嗯 應該可以 好 好 好 那這是一間 印尼的小小雜貨店 嗯 就像 很多人在台灣 其實都可以看到這種 欸 小小雜貨店在你生活周遭 只是也許你不會進去看 那這間印尼雜貨店 我會提他是因為 欸 這間雜貨店我跟老闆聊了很久 就是 嗯 其實 我先介紹這間店好了 在前面這裡可以看到一個 小小的攤位 他寫 Mardabak 他是一種印尼的賣餅 對 就甜甜的 然後裡面會加一些 起司 或者是巧克力的內餡 對 那這個賣餅是 店老闆他自己在 這是圖片來源 他自己在平常的時候 就會賣的 就會賣的 賣的一種印尼的小吃 嗯 就很獨特 因為我沒有看過有 早貨店 然後老闆還會自己 開一個小小的美食攤 然後賣給一般的民眾吃 這樣 而且進到他的店裡面 他還有其他的東西 不只有這個印尼賣餅 就還有其他的菜 像什麼 雞肉麵或者是 還有一些湯類的之類的這樣 然後 嗯 這間印尼著貨店其實 嗯 是有一個 在台灣待了很久的 一位印尼華僑開的 然後 他在整個桃園中立 還有跟他哥哥合夥 開了很多 總共開了三間的印尼著貨店 對 不過 嗯 在這間店裡面 我還有 有一點點小小的記憶是因為 嗯 因為那時候 還有其他的移工朋友們 去那間店逛 然後他就有說 嗯 他是印尼華僑 所以跟他們 不太一樣 那其實 也許 我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就是 會讓我覺得 其實 也許我們看 同一塊 看不懂的招牌底下 他還是會有 許多不一樣文化人區 他不是只有 有專一提供某一個族群去逛的店 那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種感覺 但是 就只好先把這種 這個狀況跟大家分享這樣 不過那個老闆也人很好 可能是因為 中午也 當然 因為是平日的中午 所以店的生意可能沒弄好 然後他就 很開心的跟我一直聊天 那次總共聊應該快兩個小時 對 聊了蠻久的 嗯 然後他也說 就他住亞加達 然後可以 如果去印尼玩的時候 可以開車 再我去兜風這樣 嗯 是一位 好好的老闆 好 那 再來的話 就會先進入到另一個中文課的 呃 的部分 就是在 有老師牽線然後 去印尼庇護中心 那邊做中文授課 對 好那 這是中文課 中文課的內容以及目標是什麼 其實我們一開始在做中文課的內容評估的時候 剛剛有提到就是 之前我是活在一個由別人幫我建構的房子裡面 所以我看事情都會從那個房子裡面看出去 然後沒有自己去搬磚頭 然後挖地基 然後去自己組出一棟自己的小木屋之類的東西 那其實 這本質上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因為 我永遠不了解別人在 想什麼 也就是說 我今天 也許今天要去教中文 但是 我心裡面只會一直想說 嗯 要怎樣教才會有幫助 要怎樣教哪些 要教哪些中文 才可以實際的用在生活中 然後 甚至是還有 我到底要怎麼教 我要教哪些內容 才能讓這些內容可以真正的 幫助到他們這樣 以至於說 一開始設計的內容 其實就變成 有點 怪怪的 就是那個 內容是 你看了就會覺得 這不是一個有系統性的 中文教學 例如說 就還沒有教好 嗯 拼音就想要說 要怎麼去醫院看病 要怎麼描述自己的病症 對 那其實是一件 就現在來看的話 是一個很不成熟的 一個 內容啦 對 不過後來 再去庇護中心了之後 就 嗯 一直不斷做調整 因為 那時候 第一堂課上完就知道 這樣下去計畫是行不通的 因為根本沒有跟人家接觸 你生出來的計畫就是活在你自己世界的想像 那是一個夢 對 嗯 好 那 不過還是有一些 內容是 嗯 它的內容是經過一些評估的 例如說 和語拼 就是其實我們花了 很多的時間在 教學和語拼 那為什麼沒有用 朱音符號是因為 朱音符號是一套另外一個系統 它總共有46個字母 那其實對 嗯 不熟悉 甚至從小時候來看的話 那其實是一個蠻大的複雜 但是 漢語拼音它只有 26個字母 而且 它的 嗯 它的普遍性已經超過了 朱音符號 甚至是 在台灣 你看到的 你可以找到的 漢語教學 幾乎都附有漢語拼音 對 所以其實 如果有漢語拼音的話 也許 然後去 移工朋友們 他們可以藉由這個漢語拼音 再去 多找其他的 的媒材 然後來 學習中文 對 所以這是一個 教漢語拼音的理由之一 那我今天也有帶一些 當時授課的講義 大家可以傳下去看一下 主要就是用栗子然後去曬出這個 這個指印要怎麼發 對 那這是 中文課的 一些授課的狀況 那這圖片有經過處理 所以也許會有一些模 因為 對 應該要處理的 好 那 在那邊教授中文課其實 嗯 如果是拼音部分的話 拼音部分的話 模式其實 嗯 我在這邊講講看好了 就是 我會把一個詞寫在 白板上面 然後 就跟他們講解 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用 就發音給他們 附送這樣 不過其實 因為 做好翻譯這項動作 是要事前準備的 所以有時候 會出現一些狀況 例如說 那個詞是不答義的 就是你的翻譯是有問題的 那 這時候就是 比手畫腳時間 你要用比手畫腳的能力 然後去跟 別人說 這是什麼意思 那 這時候他們也會 發現說 我知道那個單字是什麼 那你的 你的 你的英語翻譯出了哪些問題 然後就請他上來 嗯 寫給我看 那其實 這是一種 應該說 他們是 作為我的 英語老師 然後我 今天是去那邊 把 一個 把自己想的一個 中文系統 然後嘗試著去帶給別人 這樣 就給他們看 不過互動有時候 就是在這裡面產生 因為 有時候會出現一些 小小的插曲 例如說 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兩個單字 長得是不是有點像呢 嗯 我自己覺得是很像 對 就是 上面那個單字 是 下課休息的意思 對 只是我之前不知道要 怎麼拼 所以就是 他們教我說 這樣拼 那下面那個字 我先不講它是什麼意思 好 反正就 我在那時候上課 然後想要下課休息一下 然後我就 因為他們剛好教我這個單字 我就 想要馬上應用一下 我就跟他們大喊 Easterly 我就喊著下面那個單字 然後其實 上面那個單字才是 take a break 就是休息一下 然後我喊著下面那個單字 那下面那個單字 呃 有學過英語的人 也許就會知道 他是 老婆的意思 就是 就有點像是 我現在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 中場休息吧 然後我說 老婆 因為下課要宣佈 所以我喊得很大聲 然後就 當場就是 笑得比現在還要大聲這樣 就 鬧了一些笑話 因為自己還 沒有很熟悉 然後就一些 常會亂喊一些單字出來 對 因為這兩個單 因為上面那個字 是唸 Easterly 然後下面是 Easterly 就 前面基本上真的很像 就差一個捲蛇 好 那這是 中文課一些 照片 好 那這裡原本是有PPT 然後可以一句一句念歌詞的 不過就是 這是我教到 圓這個字的時候 他們突然唱起了一首歌 圓 就是在 印尼語是 Lingarang 然後 我在教圓 然後他們就突然唱 一首歌 後來我才 就是跟他們學 然後就知道這首歌很有趣 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這首歌我可以唱嗎 可以 好 那我就唱囉 只是歌詞有點小問題 對 就是 就是 這首歌很好聽 然後跟著他的歌詞唱的話 你可以畫出一個可愛的小嬰兒 就是他基本上每一句話都是在描述一個小部分 就小圓圈小圓圈然後再給個大圓圈 對 那Lingarang就是 那個圓的意思 可以畫出一個可愛的小寶寶 可以畫出一個可愛的小寶寶 那 那時候我聽到以為是流行歌 然後所以才問 所以才問 然後就然後說 這是小朋友唱的 然後而且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 那時候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有一句話 然後會唱的不太一樣 然後後來我去查台發現是 嗯 就像很多兒歌 在台灣也是一樣 在不同的地方人唱會有不同的版本 或者是一些順口溜也會不一樣 對 那這其實是類似的 嗯 好 那這個是在交唱中文歌的部分 就是我 拿一個那個 月亮代表我的心當作是 嗯 一個漢語拼音的小故事 對 不過等等我會跟大家提一下說 這 出了哪些狀況 嗯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就先換我另外一位在 熟習活動的夥伴 來講一下他的 嗯 我們授課的內容 嗯 授課的內容 大家好 我是張明 好 就是 跟燕如他們是 同一個時期 進入車團的 好 我們繼續接著講 共同課的部分 就是 順便講一下 我 我對這個感想 就是 有一次跟燕如說的一樣 就是 我們剛開始真的是 有點理想話 就是 我們講 中文課好啊 剛好可以幫 可以幫忙他們 就是 然後其實 其實想的很簡單 就是想了一堆主題 就是 其實 我們自己後來在準備 準備跟實際上的時候 會發現 欸 這個主題 太難了吧 就是我們 就是 那個詞 我們沒有辦法很順利的教 就是 可能中文太難了 又或者是我們 對那些印尼文 並沒有非常的熟悉 好 像是我們有曾經準備過 醫療的主題 就是 我們 我們實際上 實際上後來發現 欸 其實看小病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 太難的 中文 基本上 比手的話 應該就 六七十趴可以溝通完了 那如果是太難的病 我們 講 溝通就是 沒辦法順利 我們 沒辦法很順利的教他們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到時候才 慢慢的調整 出了幾個 他們可能日常 比較會常碰到主題 首先就是 練個 冰英課 然後接下來是 我負責的部分是飲料 然後 其實 我一開始想 做飲食了 就是 介紹一些台灣的特色小吃 還有一些 飲料文化 可是我 那時候在想 越做越不對 對 這是 開始 一個打 台灣夜市的小吃 豬血糕 好像 跟豬有關 什麼 胡椒餅 裡面是豬肉 然後臭豆腐 那個油 不知道是什麼油 還是算了吧 我還是 介紹一些 比較 他們應該不會 吃都不會出什麼 太大問題 所以主要是 以介紹飲料為主 然後我介紹 介紹飲料的時候 我覺得 我自己有時候 蠻尷尬的 因為 其實 因為有些茶種 其實我們也不確定 印尼文到底是怎麼講 然後也不知道 印尼那邊到底有沒有 像是 我自己在 茶的時候 就是 青茶跟綠茶 我在 我在自己在茶單字的時候 查出來 欸 這兩個字 在 印尼文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 完全傻眼不知道怎麼教 然後跟他說 喔 這個你們要 自己去嘗試看看 其實這兩個茶都 我們茶到的都是這個單字 都是這個字 可是 在台灣就是味道是不一樣的 就是 就是請各位 有機會就去飲料店試試看 就是不要 只喝珍奶之類的 然後還有另外 介紹到 普洱茶的時候 他們 是看到 然後 就是一工朋友們 就是 欸 滿頭問號 就是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也說不出個 所以然 可是最後 最後是麻煩 燕如就是 跟他同伴們說 欸 這個是 就是比紅茶 更加發酵的茶 然後一樣是 很尷尬的說 哎呀 就是你們自己 有機會去飲料店試試看 喝喝看 然後 其實我自己 在上課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 沒有上得很好 就是 有些單字 其實 查了 C 上過他們課 才發現 欸 這個單字 查出來是錯的 反而是他們開始 教到我 這個字的印尼文怎麼講 不好意思喔 好 還有 就是有些單字 是 欸 他們會很熱情的 上來跟我說 欸這個字要怎麼拼 然後其實 因為我自己 印尼文真的是 淒慘到不行 所以 看到字可能 拼給你看 你也不一定會唸 所以 變成 這樣中文課 變成 他在教我 欸 基本上是 他們在教我 印尼文 然後我給他們 這些中文呢 就是類似這種 互相 當對方的老師 互相交流 各自的 語言 然後 介紹一下 看 讓他們在台灣 有機會去嘗試 畢竟台灣 飲料店有很多 可以試試看 然後 課堂上 我覺得 他們 非常的 熱情 有部分跟台灣人很像 就是上課的時候 對 很有禮貌 就是安安靜 可是 他們碰到問題的時候 就跟台灣學生不太一樣 或者是台灣 一般台灣大眾不太一樣 他們會很積極的問說 欸 這個字怎麼唸 然後 他會問說 那這個 其他 像是其他 他們在台灣看過的飲料 或者是 食物 是怎麼唸的 是 中文是什麼 我覺得非常的 感動 然後 接下來 就是 請 另外一個伙伴 幫奶松介紹一下他負責的課程 好 大家晚安 那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 許奶松 雙人徐 然後 就是徐乃玲的徐乃 然後後面是松鼠的 對 這樣比較方便解釋一點 那剛剛大家一直聽到就是 我們每個人其實剛開始的分配工作就是 針對不同的主題 針對不同的主題 下去做中文課的授課 那 其實我的主題呢 就是在我們上課上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臨時更換的 那 大家有沒有很好奇 我原本準備的是哪一個主題 有沒有想要猜猜看我原本準備的什麼主題 就是 其實我原本準備的主題就是 就是他們剛才講到的醫療那一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想的太天真的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 我這個時候甚至 我去網上找了非常多的資料 去搜尋很多台灣一般坊間診所 剛開始第一次出診的時候 會叫我們填一個出診的資料表 上面會叫我們一些 基本年齡 然後 生日 然後或者是你有沒有對一些 藥物過敏等等的 細項 那我們就很努力 那時候我們就一心想著說 好我們把這些全部都翻譯好了 然後我們就很努力的 把這些東西全部都翻譯下來了 然後接下來呢 然後開始 僥倖老師在想 嗯我最近生過什麼病 咳嗽打分泌流鼻水 全部都列出來 然後開始全部都翻譯 好這樣做 這樣做了一陣子之後 可是我們就發現說 很不對啊 就像剛剛 剛剛同學們都講過 就是 如果真的只是簡單的病 或只是肚子痛 或只是打分泌流鼻水 這種很簡單的症狀 似乎可以很輕易的 就可以讓 醫生或是醫療人員 表情答義 但是如果真的很困難的病症的時候 可能又需要更專業的翻譯 也不是說 我們這樣簡單的授幾堂課 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呢 在授了 我們在 中文課上了大概一段時間之後 那我就決定說 那我要更換 我所授課的內容 所以 我就把我的授課內容 轉換成 教顏色跟水果 那這兩個部分呢 我就覺得說 其實對於我們教中文來講 它就是一個很剛開始的啟蒙 這樣子 因為對於顏色 顏色這種東西就是 你睜開眼睛看 你身邊四周 你都會看到各種各式各樣不同的顏色 那在做形容每一個不同的物品的時候 我們也很常可以用顏色來做剛開始的區分 所以我就選定了這個主題 那接下來第二個問題就來啦 就是 剛剛那個 民方跟我說 他的印尼文很淒慘 那我的印尼文就是根本就是 可能連字母都念不出來的程度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要如何在 呃 就是我這個 我要如何彌補我這個不足 千天不足的地方呢 於是呢 我就在 呃 這可以我準備一下 就是 我在上課前呢 我就利用平板 然後製作了一個簡單的教具 這樣子 那這個教育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剛才想說 那顏色 那我們用顏色 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顏色呢 用水果 因為我們知道 不管是東奈亞還是台灣 我們都 在生活當中 會非常容易取得各式各樣的水果 那往往這些水果呢 它的顏色是非常鮮豔 非常明確 我們一講到什麼水果 我們就想到它是什麼顏色 比如說 我們講到蘋果 我們就想到它是紅色的 我們講到香蕉 我們就知道它是黃色 這是非常直觀的 那有時候反而 我們只要 拿出一些水果 它們很自然而然 就可以聯想到那個顏色 而不需要透過語言 去重新解釋說 這個顏色到底是什麼 那所以呢 我就是 呃 所以我在簡單的 就是剛剛用講義授課完之後 我就是利用了一些APP 然後 就是利用這些圖片的方式 就是 來讓他們 來讓他們說 比如說 讓我看到西瓜 那 翻過來這個閃卡背面 它就會寫上 寫上 中文還有拼音 那讓他們來做練習 那在上 就是在下課之後 我是把這個 這個 我製作的這個APP 它是可以上網 供他們使用 所以我把連結留給他們 讓他們 課後也可以做複習 那在課程當中呢 我們就 我就想說 因為讓課程不要這麼苦悶嘛 大家都最討厭 就是乖乖坐在底下 聽老師上課 一下就會吃神了 沒有關係 我不需要用這個 那 那所以呢 我就拿出平板 那我下去跟他們互動 比如說我就突然間抓出一個 就靠著最前面的移工說 你幫我回答這一題 我就給他看了一個 顏色 我給他看紫色 那 這時候他底下就會出現三個選項囉 就是用拼音寫的 可能是紫色 綠色 黃色 那他就會用 我就請他附送一次 紫色 那他用他這個音 去聯想說 這個拼音到底是哪一個 那 透過這種方式就是說 其實他上課 變得非常活絡 因為 有些 有些移工 他可能 學習力比較好 那他就會 他就會很自告分享 他回答問題 他會回答問題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適當 分配一下給一些 可能比較害羞 比較內向的朋友 讓他回答看看 那回答錯了也沒有關係啊 因為這時候怎麼樣 旁邊他的移工朋友 會提醒他跟他解釋說 你要怎麼樣去辨認 你有什麼樣的秘訣 我覺得在這一塊 我覺得是 比單獨說 只有老師站在台上講 是更有效果的 有時候同儕的力量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語言 他們有他們自己溝通的方式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思維 反而是可以用他們的方式 去教導他們的 教導他們的朋友 然後讓同儕一起進步 一起努力 我覺得這個是 我在這個教導的過程中 我覺得 意想不到的收穫 因為我剛開始想的很簡單 我想說 我只是 用這種圖片的方式 讓他們有互動 沒想到 造就的結果是 他們會互相之間的 互相交流 跟互相學習 那 這點才是我覺得 我覺得 收穫很大的地方 那 我可以聊一聊 就是說 其實我剛開始第一次到這個移工場所 其實在去之前 我一直很擔心 我想說 這些移工他們會不會 就是因為我知道 他們可能流動率很高 來來去去 會不會 跟對彼此不太熟悉 會不會說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 他們會不太自在 那 導致說 可能對我們 就是這些外來的人 就是可能第一次見面的人 就要馬上進去他們的 居住的範圍的空間裡面 然後去教他們中文 會不會對我們存有戒心這樣子 那 結果 這個好像是我多想 因為其實我們到第一次 到了那個 移工的庇護中心裡面 就發現 他們很熱情的 就是 剛開始 就拿了他們的飲料 拿了泡沫綠茶 他們那種小罐 鋁箔包的飲料拿出來 說要請我們喝 然後 又拿了他們的食物 說餅乾 然後說要請我們吃 然後 一說要上課 他們也是馬上就坐下 然後幫我們 幫我們把那個 東西都準備好 把桌子都推開 然後好像很期待說 我們要 我們就是要上課 他們非常想要學習 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說 今天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三個 我們四個 就是我們這個參與 這些中文課的夥伴 我們其實都不是 專業的教育人員 我們可能沒有收過 專業的教育的課程 或許論教育而言 我們不是最頂尖 我們不是最系統性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在 我覺得我們可以帶給他們 更多的事情是 就是 讓他們知道 就是 即使他們身在異鄉 還是有一些人 會願意去 請盡他們的想法 去請盡他們的聲音 或是提供他們的援助 我覺得 對於這些 一公園 他們 我覺得他們可能更多的 可以感受到這段的情感 是我覺得 比起說 我們到底教學會他多少中文 大概三個禮拜 到底能教會他多少中文 到底能夠 讓他的中文 多突飛猛進 我覺得 可能有點難 但是至少 我們會 我們教了他們拼音 給他們打一下基礎 給他們教了一些基本的 像民方教了 他們生活上可能會喝的飲料 我教了一些有關水果的中文 然後顏色的中文 給他們一些基礎 那最重要的是說 給他們一份文情 就是說 就是 也許說 我們的中文不是教的最好 但是 我們想要教他們的心 我們想要 付出的心 絕對是最真摯的 那以上就是我這個中文課的一個 小小的概念 謝謝 再來的話 是我會講一下一個小小的活動 就是在 庇護中心的時候 有做了一些 就最後一堂課 就跨了印尼一集 爪哇島的地圖 讓大家在上面畫畫 然後寫下自己所在的地方 那這些大家可以傳下去看 嗯 好 這是一些活動的狀況 嗯 那其實我把印尼 以及台灣的地圖 留在庇護中心 因為其實在那邊 我們發現好像沒有 地圖的 就在那邊沒有地圖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 這是 這是 一張印尼地圖 那這上面是 有些是 像最左邊是 爪哇字母 然後那邊是 風箏 那這裡有些是 地標有些是 大的建築物 像 這個是在 南方省的一個 在港口都看得到的 一個建築物的外型 那 這個的話是 在印尼小吃店 會吃到的一種 不是會吃到這個 對不起對不起 它是一種研磨器 然後 它可以把 花生以及一些辣椒 或者是 嗯 羅旺子酸 或者是 鹽巴 或者是 水巴混在在一起 那它可以做調味料 那這是那個工具 它念 它是 好 那這是台灣的地圖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哪些東西在上面 有 一零一 有 那個不是千某山 那個是 欸 江華 八卦山 嗯嗯 這是八卦山 然後還有 那個 這裡是 淡水觀一山 淡水觀一山 其實也很多 台灣前輩藝術家 去那裡畫畫 所以 沒想到在這裡也看得到 嗯 好 那 最後的話是 呃 本次服務學習的回顧 嗯 其實 從 暑期活動前 以及暑期活動中 到暑期活動後 來 反思這整個 一年下來的 準備 以及 過程中的經驗 嗯 首先第一個的話 會是 中文怎麼學 對 其實剛剛沒有提到的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在講這首歌的時候 我把 漢字 以及 漢語拼音 還有 印尼語的翻譯 把它抄寫在白板上面 那 我 教得很開心 可是我 當我下課時間去 交流的時候 我發現他 他們跟我說 其實他看不懂 我在寫什麼東西 他看得懂得 也許只有 印尼語還有 念得出漢語拼音 但其實中文字對他來說 是一串圖畫 那可以想像的是 就像我現在看背後肩膀這件 提學的其他文字的感覺 就是 我如果要找到 在講義上面對到那個字 我要對很久 因為對我來說 那是 一串圖畫 那不是還沒有轉換成有意的意思 那其實 這裡也突顯 就是我完全遺漏掉 我在做準備的時候 完全遺漏掉 中文會怎麼學這件事情 好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是 在服務學習過程中 慢慢了解到的事情 就是在一開始 因為我說了 就是在 活在一個自己建構的世界裡面 那其實 我一直在自己的想像裡面去 想像出一個 夢中夢的中文課教學 那 而且甚至在過程中 一直想 就到後來就是 自己在自己鬼打牆 就是說我能幫助到他們什麼 其實 現在來想的話 在過程中 就慢慢發現到 如果我一直把 這樣的想法 放在心裡面的話 基本上是 讓我夢繼續做下去 因為我永遠沒有跟人家溝通 就是 我一直認為說 我是一個 要幫助你的人的話 其實 基本上 你就不會去跟他溝通 但是 明明他是 人 你應該會跟他認識 你才知道 他可能 可以在哪裡 跟你有互動 而不是說 我今天一直去想像 我要怎麼跟你互動 那其實就是 非常不成熟 以至於說 那時候 做出來的成果 拿到了 移工面前 就是一個 非常陌生的系列客人 那是我的夢 但是那不是現況 也就是 我一直活在自己的想像裡 那其實 這個板子會提醒我說 如果說 我以後 就是 我不能抱著 我要怎麼幫助你們的想法 去做任何事情 因為 我不能把他們的問題換 我應該是跟人互動 我不是跟一本書 我不是跟 一個問題在互動 那其實 這個點 我到現在還是會犯 但是 我只能不斷的 提醒自己說 我有這個經驗 然後他告訴我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 這個活動 到這裡 就告一段落的話 其實 我覺得不會 因為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認識人的開始 因為 他打破了我過去 活在別人房子裡面的那種想像 然後 我真的去 認識了 好多的人 然後 慢慢的 築起了自己的一個小木武好了 那 當然這個還在幹 因為我覺得 我應該要再更鼓起勇氣 然後 應該要 踏出自己的 別人蓋好的那棟房子 去認識人 而不是 認識一個 自己所想像 別人所給你的一個世界 好 那這是那時候的中文課的狀況 那 要怎麼再出發呢 其實 現在也自己還在想像說 以後 要怎麼做 或者是說 嗯 延續在 庇屋中心那邊的 中文課教學 那 這次的經驗 帶給我 不只是 中文怎麼學 而是 怎麼和人家互動 就是剛剛提到的 他是一個 認識人的開始 那其實 嗯 嗯 或許我們之前 準備的 想像的東西 並不是那麼的實際 那其實 我覺得 在認識人之後 反而能更 提供出一個 嗯 更貼近彼此的 一個活動 而不是只是 永遠的活在自己的想像世界裡面 然後去 想像出一個東西 然後要別人接受你這個想像 對 那其實永遠都阻礙了 阻礙了彼此本身的互動 嗯 因為我永遠聽不到 別人的聲音 永遠都只聽到 來自 書本來自 別人的 聲音 對 好 那 這是今天的演講 到這裡 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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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來的話 是 Q&A時間 嗯 不過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只能 壓 十分鐘 嗯 這是 爪蛙 哦 這個是爪蛙字母 Aksara 爪蛙 那時候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哦 好啊 那我來介紹一下我跟 你跟我們學的爪蛙字母 其實那時候我真的沒有想過 嗯 因為我自己 嗯 過去會以為說爪蛙島會不會是用其他的字母系統 例如說 嗯 我記得馬來文是用 嗯 一開始其實不是用拉丁字母 那我想一下會不會跟馬來文長得有點像 不過後來我發現 我在這一次之後才發現完全不一樣 那這是一個一個的字母 它其實是 子音 那它可以加上一些其他的 小記號 例如說 或者是在這裡加一個類似二的東西 讓它發出它 就加了母音的感覺這樣 這樣 這個就是 念子音的有點像 噗噗噗噗噗噗 就是 那 那 我想要提一下我最近的新發現 就是我發現 呃 在台南的一個 一樣是關注東南海議題一共的組織 南南 他們的 大頭貼就是 用爪蛙字母去拼寫的 就是它的那個念起來就是 濃 就是 南的那種 音這樣 對照到 拉丁字母的話是這樣 對 那 這個是 魯馬庫的 呃 爪蛙字母拼寫 阿克沙拉 爪蛙 那這是這張 的故事 不過後面也有一些小小的 塗鴉是 我和一些 嗯 現在它不在現場 我不然所完成的一些 呃 小小的 塗鴉這樣 那這是 這張圖片的故事 呃 不過這裡還有一個是 爪蛙 嗯 這是爪蛙 就是中爪蛙 對 因為其實在地圖上 他們也有用爪蛙字母 寫下自己的 或者是 那張圖片所代表的故事 就用爪蛙字母寫這樣 嗯 這是真的很漂亮的一種 字母系統 它寫起來會 嗯 就很療癒啦 那時候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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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在寫的時候其實 自己就有點想要去買一本 爪蛙字母 拼寫成的一本書 然後就每天抄這樣 因為它其實 它有出有細有變化 然後它可以做出很漂亮的藝術模式 對 好 那這是這張爪蛙字母故事 好 謝謝三位穿過 那個 那也有男男的髮型 嗯 哈囉 哈哈 所以你們的名字也是有爪蛙文 那個是挺 挺寬的男朋友幫 男男寫的 然後就做成 大頭貼的logo 嗯 好 還有那個 爪蛙文 好 那個 三位 很有趣 因為我聽起來都還蠻有感覺的 嗯 都教中文 從前我和雲章 十年 十多年前 我們在 也是在桃園 也是在庇護所 那時候群眾好像沒開始 我們在那個懶神父的越南的屁股所 也是在教中文 那個是四方報 開始之前 好 那個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很有 很有啟發的 其實我們就是因為教中文失敗 所以才辦 哈哈 其實我們就是因為教中文教的很失敗 然後我們的同學都很熱情 他就喜歡跟我們聊天 然後他們就說老師中文太難 我們一定學不會 我們後來就決定要放棄 然後我們就決定說我們應該要辦一份 他們看的董哥報紙給他們看 他們還不是強化的學中文 其實後來就有了四方報 好 所以這是很有啟發的 我不知道對你們來說 會有什麼其他的啟發 我們當年 因為 對啊 就講著 我們中午會跟他們一起吃飯 然後桌上會鋪報紙 鋪蘋果日報 然後就 啊這個字剛剛有學過 中啊 大啊 這種字 然後 明明就是好老師 他是非常厲害的老師 他就鼓勵他們 總有一天會學會的 然後他們就吐大掃 我是不可能的 呵呵呵 後來我們也覺得不可能 那個的確是以我們 中文人的身分在想這個事情 我們是從小 從小學這些字 然後寫寫寫 不知道幾百幾千幾萬個字 才這麼熟練 那這些人是 可能20歲來台灣 可能更大才來台灣 那個 就是學習的能力會比較差 那 所以 我覺得最重要的確是 你剛剛講那個反身性 就是你反過來想 怎麼跟這個人相處 是 可能是更重要的 那他學 他有沒有學會 其實 就看啦 有的人很有天分 的確有人就學會了 我們那時候在庇護所 有那個 有阿兒 他就 他就很認真上課 非常認真上課 上到 他後 他也在打官司 後來他的那個公文啊 什麼都他自己寫 自己看懂自己寫 一方面他也 就車禍了 他不太 不太跟其他的那個 乙工一樣 可以跑來跑去玩 他就非常認真的在學這個 學中文 他學到 很厲害 那大部分的大概 那時候我們去教 也是 神父也是跟我們講 就是 就是 其實是陪伴 就是 會到庇護所的 這些乙工 多半有 碰到一些不好的狀況 那我們去 做一個 做一個陪伴的動作 然後 填滿他們的時間 免得虎絲亂想 其實上課上課上課就會 那個神父 欸你出來一下 因為可能要去換工作 或者中介來了 或者怎麼樣 我們教的其實也蠻氣能 不過 那個的確是我們是 之後辦四方報 做一個很重要的養分 因為下課時間 看他們在看自己的文字的時候 那個專注的樣子 你就意識到 他是看得懂東西的 他會讀 他是會閱讀的 他只是中文不好的 然後你剛講那個 認錯人的 其實我有那個經驗 我 很後來了 我去 我一直去洪福 然後我的意識裡 那 因為現在在台灣的看護工 多半都是印尼人 然後我去住一個民宿 然後有一個外籍看護工 去看 我也不太會講印尼話 就是卡拉講 然後我穿那個 我沒有另外一個T恤 是很多字 我今天穿的1095 我剛剛也有很多字 反正現在大家都搞這一套 就把各國字放在上面 然後我一直跟他指那個 印尼字 那個 你不孤單 欸 我也不知道怎麼唸 就是你不是一個人 然後我講了半天 然後他就一頭霧水 結果他自己 指著我身上另外一個 Hindi 就是菲律賓話的 你不孤單 我說 你會唸這個菲律賓話 我還想 你這個印尼人怎麼會唸菲律賓話 就是我腦袋就沒有轉過來 我一直覺得他是印尼人 就是 因為 就九成的看護工都是印尼人 他長的就 也有 就比較中年的耶 分不太出來 就我到後面 你看我已經搞了那麼久了 前幾年的事 我至少已經在 這個圈子搞了10多年 我還是會犯這樣的錯誤 那我覺得你那些錯誤都非常可愛 你超有實感 好 你說 九點 要走對不對 你們今天還要回去 回去那個 不用不用不用 已經放假了 已經放假了 好 那有沒有誰要 要給三位帥哥一點回饋 他問也可以 或者 就隨便講些什麼都可以 學長 老師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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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一下那個 就是你們不是 做了一個 顏色啊 或者是那個 那個 你不是 在 在Apple的電腦上嗎 可以 可以 我可以 你還可以把連結放上去 連結放到哪裡 放 因為我現在真的 有 不是 這是有Apple的Apple 它用網頁都可以打開 對啊 所以 現在不是 那是你自己做的App 就是它有一個App 然後我自己把它 就是打字 還有放 所以你不是有電腦嗎 因為現在這台電腦不是我的操作 對 剛剛出了一點小狀況 嗯 因為 如果你這樣子 如果你這樣子 可以把那個 顏色跟 那個 形狀的單字 放上去的話 那其實你們 你們 教的那些飲料啊 食物啊 什麼的 應該也可以放上去啊 對對對 但是就是 那是我 要出發前一天晚上 突然覺得應該可以做 然後就 把它做完很生巧 對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事情其實是可以 連接到那個 努媽庫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粉絲頁 然後 就是大家像教功課一樣 一個禮拜 一個人 搞個二十個對不對 那這樣子 日劇業勒 就有幾百個 幾十個 幾千個啊 就是嘛 我這邊就是傳麥克風 我講話 不講話 就是傳麥克風 嗯 好 那我覺得今天很 很有趣就是 我們在報報你們做的事情 其實很很有意思 一方面 就像剛剛張正講 我覺得勾起很多 我們那時候去庇護所 就是去教中文 然後 我覺得還有很多 就是你們在探索 比如說你們去店裡面 去吃東西 然後跟人家聊天 這件事情 對我們之前也曾經 在台南 就是認錯 其實他是台灣人 然後我們一直覺得 他是越南人 然後就一直把越南報 拿給他 然後那個人就有點生氣的說 你們覺得我看起來很像 越南人嗎 然後很嚇死了 這該怎麼辦 就當下就要馬上化解 對 所以後來也當然是用了一些方法 對 就是說 因為越南人都很漂亮 而且很瘦 所以就是很瘦 然後就 對 就化解 然後也遇過那種 就是我們一直拿到 越南報給印尼人 或泰國人看 然後他們就會說 這個我看不懂 然後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你們沒有做我們的報紙 然後我們就用報紙說 好以後如果我們有錢的話 我們會再想辦法做你們的報紙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 又做了無語倫比 又做了印尼泰國人的浴賓 所以那個 我覺得那個田野探索的故事 其實真的是 會非常的有趣 然後在每一次那個人跟人的 真實的接觸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們就是在自己尋找一個老師 對 其實這些人都是你們的老師 那我覺得那個 就你們的那個凡生心和那個 不斷在思考 怎麼樣跟他可以平等的彼此對待 我覺得這個是很珍貴的經驗 嗯 謝謝 有 我們這邊就傳到熱風 有話就講 沒有話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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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就是講的內容就是一個很立體的東西 就是 嗯 好像就是跟你們 到達當時的那個場景 然後 今天看到你們 可能經歷過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就是一些 嗯 很空泛的呈現 或者是 為了要成果而 就是 做的展現 就是 我覺得還蠻有感情的 然後覺得你們就是 就是 這一年來做的蠻多事情都 就是 嗯 嗯 嗯 就是蠻感動的 也蠻有名的 對 好 我是傑森的同學 那 其實 今天回來這邊聽是因為 一方面是對這一題有蠻有興趣 那一方面是說 其實我們在學校的成果報表 大多數都是要講給評分老師看的 所以說其實都是包裝過的 誰的影片做的比較好 然後 呃 誰的講者比較會胡亂 就可以得到比較高的分數 所以說 來這邊聽的話就是比較 呃 就是比較貼近 欸你們到底在做什麼事 可以慢慢講 所以說其實聽了會覺得 欸 蠻有感覺 就是 想要多了解一下就是 欸你們在那邊 呃 接觸了這麼多 就是 是庇護所的秘工 那 他們是因為 大多數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你知道 會到庇護所 就是 呃 希望可以透過你們 就是跟他們相處的過程中 或者是可以 呃 給我們一些分享 因為今天比較少講到這個部分 今天都是講呃 你們的教學 啊比較少講到這些 呃 他們的 呃 他們的 呃 上面聊天是在最後一天 那其實就有跟一些 比較熟的 朋友們聊天 就說 為什麼 應該說 他之前也有跟我提過 因為 呃 就說他為什麼會來到這邊 那其實 有一個例子是 其實 呃 理由很多都是同樣的 就是例如說 嗯 怎麼講 因為其實很多雇主都會做出一些違法行為 例如說 來台灣 結果 你跟 仲介說的是 嗯 假設是看護工 結果 他卻用同樣的名義 用家人的名義去申請那個看護工 但是 看護工來台灣做的卻是其他的 那個叫什麼 外工作 許可外工作 就是 有一個是在 賣滷味 可是他明明是掛著 是另外一個親人的 那個 那個 雇主的 照顧者的 沒爸爸 這樣 那個雇主的爸爸 但是他卻在他的 阿姨家工作 這樣 那其實 當然這是 不可能 因為雇主是違法的 所以他就到了 秘屋中心那邊 等待轉介下一份工作 那 還有一些 故事 嗯 太方便 我覺得 很多都是 當然都是很不合理的對待 比如說 暴力 或者是 甚至是 完全就是 不付你錢 然後讓你做白工 然後結果 到最後上法庭了 然後還被暴力脅迫 那當然就是 一樣到了 就 到了秘屋中心那邊 等待轉介工作 不過 因為這些 比較涉及隱私 所以其實在一開始 並沒有去 直接的了解這樣 不過是知道 有些人是這樣的故事 我還蠻愛講的 因為這個事情 我和雲章從前在 壁屋中心也碰過這樣的事情 你知道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都是記者 我們已經是記者 很gable 就想每個都要問一下 我就來上課 因為上課也沒有真的很認真上 不知道再訪問一下 你到底怎麼了啊 那時候更慘 那時候在越南壁屋中心裡面 都都是 斷手端腳啊 然後帶著那個 鋼架的那種 然後我們就很好奇 就說 欸你怎麼了 然後就是 欠錢那種是 比較一般的 然後被強暴 或者是 跑跑 跳樓 摔下去摔斷脊椎啊 什麼什麼 就做螺椅等等 然後 在工地受傷 就是手沒有手啦 或者就是 這一種的 可是 到後來我們就不問 因為你問完之後 然後呢 你要幫忙嗎 因為我們幫不了忙 我們其實 就是每個禮拜去一次 然後 我們覺得到已經是 我們最大的能量 可是真的要幫忙 那是得在那邊的社工 天天 看著他們 然後帶他們去法院啊 去醫院啊 去跟仲介 排桌對罵 所以到後來 其實我們不敢問 因為問了 你又幫不上忙 就變得有點 只是 欸好緊手 為什麼要少一階啊 你也不會這樣做 所以 其實這還蠻為難 不過到庇護所 現在的 我覺得狀況 有一些是比較OK的 因為現在 那個權力醫師 稍微起來一點 就是 這是我 聽到一個問題的 的 後來 我就不敢問了 我怎麼知道 沒有 有的就很 其實很難處理 那個官司 像我剛剛講 那個中文很好的 他在台灣官司 就打了 三四年吧 你可以賠那麼久 其實你賠不了那麼久 那你問那麼多 是想怎樣 就是想要 挖故事嗎 就 也不好意思再多問 我強迫大家講 就是每個都要拿到 拿到 拿到傳遍 我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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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有一個 有一個問題 如果 因為 我話要講的話 就會講 所以 我最後再講 好了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 彥儒的室友 對 其實彥儒 我跟他每天晚上 如果 魯馬虎他開會回來 我可能 躺在床上的時候 大家 聊一個小時 就是 他就會聊 魯馬虎 今天 就是這個 這個議題 好像哪邊 他覺得他想的不夠周到 好像是這樣想 怪怪的 那樣想又不對 我該怎麼做 怎麼做 就是彥儒其實是一個 就是這個心裡 很認真的一個人 就是他這個報告 他 我已經聽到他的報告 在床上唸過好幾次了 哈哈 他是真的很認真很認真 所以 我至少是 應該聽過兩三次了 應該是 就是大家 大家真的演講是很精彩 就是 對 我覺得彥儒真的很厲害 阿魯馬虎也是 很厲害 對 大家繼續加油 我是 蛤 我是 我是 因為 助理安 許家瑜 就是 很常就是 坐在他旁邊 就上課的時候 然後 他都沒有在上課 然後都在 在聊天 然後有時候就是會 所以會聊到 馬虎 然後其實自己 自己就是 上大學之後 就接觸了很多 就是 以往接觸不到的議題 然後 就是 移工這方面 也是 就是 我覺得 我最近就是非常有興趣的 就是一個議題 就是 就是社會上有很多 就是人們 就是沒有辦法 注意到一些角落 尤其是像我們這些 就是 資源很豐富 然後可能 在經濟方面 比較富裕的人 然後 就是 我覺得 很棒的就是 自己很有 性可以 就是接收到 就是 這些 這些議題 就是 可能 透過書 就是 靈力傾斜的書 之類的 或者是 就是 透過同學 然後 透過這個 志工團 然後就可以 接觸到這樣的議題 然後就是 會很好奇 我們到底 能夠 對這些人 就是 帶來什麼 或者是我們 可以從 他們的生命中 就是 影響到我們 自己什麼 而帶出更多的行動 這樣 然後 就覺得 其實大家在做的事情 都很有意義 然後 就是 我本身也非常喜歡 這間書店 就是 在這邊就是可以遇到 就是 各式各樣 各式各樣的話題 然後 各式各樣的人 然後 就是 進而帶來很多的 想法吧 對啊 就是 很感謝一切 謝謝 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問問題之前 我也 我也是覺得 感同身受 是你說的那個 之前 不用拍我 沒關係 之前 就是都住在 別人蓋好的房子裡面 因為 我去年休學 然後在休學之前 在 燦爛時光的時候 都是 張震老師 明章老師 蓋好的 燦爛時光 然後讓我在這裡 成長 但是 真正回到台南之後 是自己一個人來 所以 很多東西都要自己弄 所以 我覺得 就是感同身受 但是 也 唯有自己來的時候 你可以學到更多 然後 我想問的問題是 你說卡拉OK 那 桃園那邊的 卡拉OK 也都是附屬在 小吃店 因為我知道 台南是 有些小吃店裡面 可能他二樓就是卡拉OK 所以你在 一樓買東西的時候 二樓就會很大聲 嗯 好 若是以我自己的經驗來看的話 並不是每一間都會有卡拉OK 但是 另外還有一點是 有卡拉OK的 那些美食店 他們在平日的時候 不一定會有卡拉OK的服務 因為 去的人 吃的人不一定那麼多 而且 就主要是因為平日的關係 但是 是真的有 因為我覺得我看到一台 投影機 然後 一個父母 然後還有一些 一些聲控設備在後面 這樣 是有的 但並不是每一間 例如說 如果是那邊的 我看到的都是印尼店為主 對 有的話 嗯 還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們現在 不是都會在醫院裡面設書櫃嗎 那想請問就是 呃 你們今年是 有海 海內 海外的 志工團 國內 國外的志工團 那 就是之後 會還想要做什麼 做什麼事情嗎 就是 我覺得搞不好 可以在 醫院裡面 就是 自己做一個看護 然後那個看護 可能是 採訪 在醫院裡面的 看護 工之類的 嗯 好 那如果是 嗯 對不起我剛剛沒有解釋 我先說一下 就是在今年 我們團內 分成 兩批 就是一批去 國外 那裡認識 移工的生命史 去印尼 主要是印尼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們今天來這邊 就是 在國內 在庇護中心 在桃園 以及中立 那邊做 是中立的走訪 或者是 一些 中文教學 這樣 那如果說是 未來在 醫院的計畫的話 目前其實 有一個是 從一開始就 推動的 但是現在還是 卡關 就是在 醫院裡面 設置 穆斯林的祈禱式 那 這個計畫 嗯 至少它已經是 未來我們一年的計畫之一 不過 嗯 我們還是 慢慢去想一個 其他的計畫 因為畢竟我們今天是 一個 中文的社團 它不是說 有固定的 服務項目 對 但是 是可以說 例如說 中文教學的話 在庇護中心的中文教學 我們就是 有想過說 能不能把 如果未來人力還有 資源都充沛的情況下 去那邊做 更系統性 更長期的服務這樣 對 那這些 就是要等到未來再慢慢評估 對 不過 就是 就是 一直去討論 然後一直去激盪彼此的想法 對 那 蛤 蛤 他有跟我分享很多 對 那 你要講一下卡拉OK的 我想要講一下卡拉OK的 是嗎 來 謝謝 然後吃了幾次之後 他就來跟我搭訕 就是那個看火 就是他其實是那個 被老闆誤用的 他不應該來端菜 但他就來端菜 可是他可能就 就跟我聊天 他有一天就問我說 禮拜天有沒有空 一起出去玩 然後我就跟他說 禮拜天 要去哪裡 然後就沒有想到 禮拜天其實就是開齋節 就是 可是他的中文不夠好 所以其實我沒辦法好溝通 後來去了 北車 反正就是被那個整個 人山人海嚇到 完了之後呢 他就非常興奮說 我帶你去跳舞 然後他就是帶我去那個 自助餐店樓上的夜店 其實就是卡拉OK 對 然後你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另外一個世界 而且你唯有跟他一起跳過舞 你才會跟他成為真正的朋友 對我覺得如果之後 你們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其實就在那個 小印尼街的 自助餐店的二樓 對所以那個是另外一個空間 那雖然你會覺得有點奇怪 而且你也聽不懂那些歌 對 可是就是沒有關係 就是試著把自己放到 而且我真的走上去的時候 我才覺得我是出國了 就是你周圍的人 全部通通都是一個女人 然後你那一刻 你才可以感覺到 他的感覺 就是他在台灣 其實就是這樣被台灣 陌生的台灣人包圍 然後你在那個狀況 你會有點不知所措 對 可是那個是一個非常好的 震撼的經驗 所以下次如果你們有機會 就是 可以跟他們一起去 就是你不要太擔心說 你要掌握那個主場優勢 有的時候你要把主場讓出去 然後讓他來決定他要帶你去哪裡 我覺得那個會是一個很好的探險 我覺得其實還蠻羨慕你們有這個 group 可以大家一起去分享跟討論 那因為像我的工作的同溫層 就是我生活周遭的人 大家就是會問一些很沒有sense的問題 像是印尼人不會講印尼話 或者是 菲律賓人不會講英文 他們就會問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可是其實就像 菲律賓他們可能有的人 只會說 只會說 那印尼人可能有的人 真的只會說爪話話 對 他們就是一點基本常識都沒有 然後再是翻白眼 這有直播啊 喔 所以我 我不能曝露我的身份這樣 不會 他們完全不會看這種直播 對 讓我轉過來 很開心 對啊 所以我就還蠻羨慕你們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在念研究所 我也是想要做移工這一方面的研究 那我覺得 就在我在找文獻的過程中 我覺得 台灣的研究就是還是沒有辦法直接去傾聽 移工他們自己的聲音 就是可能就是問 執法者 或者是社工 或者是一些翻譯 就是 呃 對移工他們的聲音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是聽不到的 所以我是想要去做這一塊 那就是希望有機會可以跟你們做交流 因為我目前就是 沒有其他人可以跟我去分享 或者是導生這組 對 對 可以 對可以 可以互相交流 謝謝 然後我們可以 結束後聊一下 好 可以到我們學校 學校做交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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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是想請問 等三秒 好 嗯 就是剛才一開始有聽到你們說 你們是其實有寫企劃 然後投到學校 然後他們才讓你們出去三個禮拜 是說暑假都要在學校嗎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 你們像感覺比較像是自主自發性去找經費 像學校申請是為了要一些經費嗎 這樣子 然後啊我先讓我講吧 然後因為我們學校國比較大 是有了經費計畫都是教授寫好了 然後是去請學生來參加到亞齊去參加一個禮拜的 Summer Camp的模式 然後現在回來現在正要進行成果展 就是我覺得我們學校跟國防醫學院的模式完全不一樣 你們是很有自發性的 所以想請教你們的就是關於計畫 寫計畫或者是你們這種熱忱是哪裡來的 那我就現在簡單的回覆一下 那其實就是學校他們的一個課程方案 就是全部的學生都要參與的一個方案 那當然學生就要自己去找志工團 然後由志工團去投計畫到學校 那如果這個計畫沒過的話 基本上其實就只是那個團出不了團 那就是由學校安排其他的志工團給他們帶 就是由學校主導的 那自主性志工團的話就是可以一群人聚在一起 然後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主要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我會覺得他這個 這個課程的屬性跟經費的申請比較沒有關係 是因為其實他是一個強制性的課程 他不會每一個人都補助 所以其實我們投計畫是我們想要出團 對那當然也是因為我們已經先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所以才聚在一起 但就會一起寫企劃這樣 就是我們學校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就是這三週 其實他是算一個課程有學分 所以說他是一個很服務學習的課程 那每一個人都要參加這樣 那就差別就是在於說 就是我們有寫企劃的人 可以根據你自己想要 就是你可以寫你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那學校是有什麼過程 你就可以利用這三週時間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有些人他可能沒有傾向說 他特別想要做什麼 他就是聽從學校的安排 那我們學校也有很多去到 甚至到其他各國 各國去的什麼 尼波爾啊 泰國等等 那有在國內去澎湖 去台東 去各個不同地方 那他們都有各自的企劃處 那經費來源就是完全 大部分 就是以往學校會補助一些 那大部分可能 如果比較多的花費 像出國可能機票那些 都是要各個志工款自己去籌措的經費 所以不管是他們透過易賣 還是說款的方式 自己去收拾經費 那這部分就是 學校可能就是只是補助我 很少部分的經費這樣子 我想我可以對這個課程做一個 補充 對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在我們學校是博雅交易 是我 常出國防醫學院 對 因為是 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老闆 那時候為了 因為其實軍事院校 應該是適用一樣的規則啦 那因為 國防的學生 所有軍事院校的暑假都很短 就是三個禮拜 但是跟相對外校兩三個月來比的話 其實就會有很多空閒時間 那其他的戰鬥官科 他們可以去打野外 他們可以去 去收一些戰鬥訓練的課程 但是對國防醫學院來講 某種程度這個是 軍人裡面的米蟲 對 他們會覺得 呃 強健的體魄啊 或者是這些 呃 戰鬥科目啊 其實對他們來講 是對未來專業上是不需要的 那 這個也獲得 當時候 呃 長官的認同 所以那時候長官 就要想辦法 呃 搞出一些明目那樣子 那時候其實 我就是 壽命其中的一個起草者這樣子 起稿的人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用了一個 很fancy的 叫做 博雅教育 那我們都大概都知道 呃 因為國防醫學院其實 它雖然叫做一個醫學院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醫學系 非常dominant的科 的學校 就是醫學系加起來 其實比其他雅藥戶工位 都還 人都還來得多這樣子 所以說 整個學校的思維就是 以醫學系為主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醫學系整個 呃 入學的人啊 其實我們可以 考慮就是 我們可以 那時候可以 理解就是因為 就像現在的 呃 呃 那個叫會考啊 還是 學測 學測嘛齁 都是 所以 其實來講 你看學測一個學校 呃 要繳報名費啊 然後要口試啊 要面試啊 所以 基本程度來講 跟我們當時候那種 呃 連考 一考 定江山的那個方式 是不一樣的 所以 基本上 呃 這樣子的制度啊 就讓中上階層 佔有絕大的優勢 就是 如果你家裡有錢 如果你有獲得比較好的資源 你從小就去搞一些有的沒有的比賽 甚至有很多的資源 甚至講不好聽的 當你面試的時候 坐在上面的考官都是你 就是去你家走動的 你的叔叔伯伯 甚至你 你爸爸的學生 那你根本就是躺著過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像這樣子的 入學的制度 基本上就是 有利於中上階層 可是 嗯 我們 以後 面臨 臨床職業的 場所 其實是 形形色色 當然 OK 你有可能服務 金字塔頂端的人 你可以跟金字塔頂端有 共同的語言 那個跟 跟你原生的環境 是比較match 可是你也有可能走入基層 在一些 社經地位比較低下的 比較 相對缺乏的人 那問題來了 你如果 完全不能意識到 他們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那你怎麼跟他們溝通 所以 那時候我們就用了 這個國雅教育的名目 然後去 幫你們 熬了三個禮拜的 玩耍時間 這樣子 所以 所以基本上其實是 我們有一個外在的趨力是 假設他們如果 沒有自己提企劃案 沒有自己去弄的話 那他們就要在 大太陽底下 在那裡 做出基本教練啊 那可能去打野外啊 對不對 可能要去爬繩索啊 諸如此類的 所以這個大概跟 一般我們所謂的文學校 或許你們可能 比如說台北教大 你可能要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 他們的motivation 那 其實 呃 我個人才是蠻樂見 其實我們當初的設定的目標 其實 到目前已經達成了 我們 剛開始第一年的時候 其實 呃 其實是完全 因為學生根本不知道 怎麼寫企劃 所以其實是我們去 呃 我們這個team自己去接洽 所有的 呃 安養院 呃 智能障礙機構 然後我們把整個學校 一百多個人 那一年連牙醫系 藥學系 都加入 所以整個一百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一百七十幾個 然後散播在十二家 這個安養機構跟 呃 智能障礙機構 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 如果他可以去陪老人 呃 不管是像失智症的人 做懷舊訓練 啊 懷 對 懷舊機 或者是說他甚至去 那些安養 智能障礙機構 他可以陪著他們在庇護工廠 一起去做一些手工啊 然後一起過日子 呃 拔拔草啊 打掃環境啊 清清廁所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 呃 就開拓了他們原來 原生家庭 或原生社會裡面的 另一道窗口這樣子 他們至少知道這個世界 不是他想像的這樣子 那 這個是我們 當時候的動心起念 所以 如果就你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 就是 我剛回 我們其實有一個 很強大的外在驅力 嗯 是這樣子 那當然 其實 因為 其實 醫學院的學生 坦白講 就是 老天爺給的天賦都不差嘛 所以其實 等有機會玩耍的時候 就會想盡辦法 創造 對自己 利用 呃 不會讓自己的 生命裡面的三個禮拜 空白這樣子 就會想辦法 讓他這三個禮拜多彩多姿這樣子 那原則上啊 其實 審教案的部分啊 基本上 只要 呃 我們確認他 在這個當中 學得到東西 那 我相信 現在的審核的老師 應該都會過關 我當初其實 呃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院長 呃 前面還講了一個很極端的個案 就是說 假設 如果今天有一個學弟 他要調查 呃 世界各國的人 或者是呃 經過巴黎鐵塔的人 對於台灣的印象是什麼 他寫一個project 然後他就去巴黎鐵塔 過三個禮拜 然後去做問卷調查 然後把他的問卷調查 做一個很有系統性的呈現 那 基本上 我覺得這樣的project 就是可以過關的 齁 因為其實他就是 他願意跨出他原來的舒適圈 他自己找地方 然後想辦法 呃 到巴黎鐵塔去 下面 然後面對 比如說他可以 呃 預估出他需要的問卷數目 然後 然後可以去做出 呃 像樣的問卷 然後這個問卷 可以按照我們 一般有的性效度啊 或者是 呃 之後 根據這個問卷的內容 做一個 呃 像樣的分析的話 那基本上 其實他就不需 做這三個禮拜 所以其實 這個是 那時候 記得我在院長 面前 舉了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那這次就是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 可以 呃 跨出自己 的原來的舒適圈 去做一些事 這樣子 所以像 像國外團 其實 呃 這個 因為今天是 國內團的 發表嘛 那國外團的 其實 三個禮拜應該有 被我念了不少 這樣子 因為 他們真的 十一住行一樂 我就是 真的是要求他們 要自己 扛起來這樣子 所以其實 相信 至少 如果假設 什麼都沒學到的話 這三個禮拜 至少會 學會 怎麼樣到 他鄉異地去玩耍 的本事 這樣子 應該是吧 好 謝謝 他沒有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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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 其實 喂 其實 其實我剛剛講的那個 晚期都講掉了 而且 例子還又一模一樣 那我覺得 剛剛應該要先講 就是 我覺得 很感謝就是 其實 我覺得彥如舉的例子很棒 就是那個房子的例子 就是 張正老師 跟明張老師 蓋了一個這麼好的房子 讓大家可以進來 每個人進來以後 因為這房子空間其實不大 所以 大家都會出去到自己的地方 去蓋屬於自己的房子 那 我覺得今天能夠 有國內團 有國外團 表示 可能 又受到老師的支持 我們在國防醫院的房子也 震見了自己 一磚一瓦的把它蓋起來 那希望它 不只是一個小木屋 可以繼續再蓋下去 那 嗯 還有那個 其實 沒有介紹我自己 其實我現在有一個 新的身份 就是我是 印尼美食攤商 我可能會在各個印尼人 有關的場合去兜售印尼食物 那今天我一個主廚沒有來 我要幫他打一下廣告 他是馬來西亞的華人學生 在台灣 那他是我室友 那 我的 我的獲得外面批來了 所以 希望有一天他也可以來參加時光 我要分享他 他的那個經歷 因為他也到過新加坡 然後 他 歷練非常的豐富 所以 一手好主義 還會重災 好 講太多他了 那 欸 剛剛也要回應 喔 剛剛要回應要換你去講 就是我覺得 那個 如果我們可以出個開問 我認真是太棒了 就是 就是這個非常的 讓我 你們可以申請 林章老師說的國泰基金會 啊 對 我最近貼了一個 那個國泰基金會 他們在 就是提供 大學生可以來申請計畫 然後他有三個類別 一種是成績的 我覺得你們成績大概都沒問題 可是申請那個太無聊了 然後 第二個類型就是他會鼓勵 就是你們做一些跟社區 或者是跟社會 然後或者是文化議題有關的 然後可以是個人或者是組織 我覺得你們就直接用社團去申請 對 然後那個費用大概 好像最高可以補助到30萬 25到30萬 我覺得還不錯 嗯 對 可以試試看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其實 晚期以前也申請過 富邦的 那富邦那個 有限制 對 那個要20歲以下 如果這邊有20歲以下 就可以去申請 喔對啊 那你就可以去申請 我覺得你的簡報應該會過 因為我當過評審 我覺得評審應該會答應 讓你這樣子的那個故事 應該是有機會拿得到的 然後那個富邦那邊最高 個人是15萬 團體是30萬 所以其實都不是很大一筆錢 可是我覺得 舊社團來運作其實是很夠的 就可以慢慢蓋一個小木屋 然後慢慢擴張 就是到處去找錢 然後把它慢慢蓋起來 嗯 剛剛聽人太酸心了 就不知道剛剛要講什麼 欸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呃 剛剛大家可能有問一下 關於我們學校的制度啊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課場 但我覺得還是可以 稍微強調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 雖然說我們學校這麼好心的 讓我們安排這樣的課場 學生自由發揮 那 呃 我們其實 路曼庫它自己本身也是 就一種學生自發性的組織存在 所以我們也不會只有這三個禮拜 在做 不管是在印尼啊 還是在台灣就是 那 就像彥隆剛剛講的 它是一個議題倡導性的社團 那這個社團 除了倡導 我們更有一個目標 是希望讓地道場域 能夠對這群 比眾朋友一個更友善的空間 那 那這樣 這些東西 所以 我想我們這邊的人才會 說 你在羅馬庫這個地方 帶來有這個議題的認識度以後 我們再 自己去規劃他們 這三個禮拜 配合這個課程 來完成一些任務 好 那今天就 很棒 大家都 你也要講話 不好意思 我剛剛好像忘記介紹 羅馬庫這個單字 在印尼語裡面的歷史 好 羅馬 就是剛剛一開始 這裡就可以 就羅馬它其實是 家或者是房子的意思 那 庫則是一個 表示所有的我的的後墜 那羅馬庫就是我的家 那它其實是一間在 山雲總會院旁邊的 一間商店的名字 那我們拿這個 當成 團名字 也是因為 就希望能讓 別人也有個家可以帶這樣 不馬庫 好 那 如果 時間 因為剛剛其實一開始 有提到一部 小電影的時間 對 就 不知道大家 呃 呃 就是 時間其實已經 超過一些了 電影多久 十分鐘 好 那個 沒有 我覺得 就是 我們先 先謝謝各位 軍警公教 各界的人 來參加 然後我們也 大家拍拍手 謝謝今天的獎金 謝謝大家 如果要走的就可以先走 如果要走的就可以先走 那不走的就看電影 沒有說法 那就先 也先謝謝大家 謝謝參與水光提供這個 那麼好的 溫馨的場地 然後也謝謝各位的參與 好 我要先說一下這部 電影 呃 方物方便請 咦 先播後再說嗎 喔好 好 那這部電影其實不完全跟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有關 但是 呃 那這部電影 就是這樣嗎 是 這樣嗎 欸 你要等他一下 喔好 他有點慢 然後等下按左上角那個放大 嗯 這個綠色 不是吧 然後 欸 那這部電影 你那個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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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麼 我們現在就知道 這種 這種歌的產出是怎麼樣的產出 是我們去看的一張 啊 那個 我們踩在家裏面想一想 那些 有沒有看 馬虎 這是我們的團名 你知道馬虎怎麼做嗎 你知道的是嗎? 生命消毒 醫院病院之家,Ruma Sakit 可以透過我們的努力 讓每一個印尼康 都感受到這個事 我們能做什麼呢? 我們在醫院建立一個東南亞的地方 你聽過燦燦時光嗎? 我們把燦燦時光的處理 東南亞的紅紙 英國外 阿... 越南紅 我們今天就往南開 我們這個地方可以往南直接開 好 我一定要走 快點 男方是重量的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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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方是重型的 他告訴我 他告訴我 這艘船是不上 這艘船是不上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重新認識這塊頭 因為這塊土地也許存在另外一群人 他們生活的長遠工作 他們對這塊土地的認識跟認識的方法有很多 我覺得是自己的手套 你選一個拉拉 然後選一張拉拉 因為我覺得他的藍色的景點 有一種傳統藍色的產品 他的秘密的秘密的秘密 基底線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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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的第一個是這個 因為這看起來像火焰一樣 一張是下防隊員 這邊真的很傳統 是一個保險盤 學我 你跟人家講嗎 很多一樣的學我 這個漂亮的花 對我上次結婚的時候 一個重點 好 藍色阿姨真的還藍色 還怪那邊應該比較藍色 這樣子 好寶金果 台灣人獸 好 那我們再來 尋找一些 我們來找這邊房子裡面的 中文字 有 有 等一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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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模樣 我們要去找爸爸的親戚 家 去串門子了 爸爸是老大 他學比較少 比較晚學 因為他們在台灣是很正常 他跟阿拉扯都對他 比較一樣 這人非常壞 他們在窮 他們都不講 他們說他們被菸出來 台灣的賭魯都很害怕 這裏是一個勇敢的食材 是一個很高品質 你在睡覺 好舒服喔 因為我現在在地尼啊 然後那個發生什麼 沙東那邊都在地尼啊 我們十三五米 在地尼啊 對 那個美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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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都在地尼啊 對啊 所以我叫兩人 要往上 對啊 你要不要到我家 好 我問你如果不懂 這樣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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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樣 對 對 就像這樣 對 對 我和你來自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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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台南工作 對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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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歹 阿姨 阿姨 最擔心的是友善是否存在 从受服务者的角度来看 得罪的是非常非常不够恨的事 当然来一定会有水果、山菇丹、菜 应该买菜一定会先做的 我不觉得如此有资格来中心教终文科 就算可以在大厂的理想起来 但最新会有造成的影响 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他真的需要这样去做的 不是 我们是要 真正确定是他要的 我们才出手的 利盟自己的评价 不可能不带任何评价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 尽管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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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认评 真的花好好的三周的世界 去了解 印尼他们那边看他们的生活 去了解他们到底是受了什么样的训练来台湾 然后要是什么样的 他愿意来做这种 就是我们自己 理性思考后 都不会想见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 我们可以回来 通过我们的领境 回来告诉台湾的人 或我们回来告诉 在里面的人 在里面 对 看到一些 大陆的意义是什么 另一个问题是 它在时间上面持续存在的意义 有什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 让大家找到自己的家 好 OK 那我们现在刚从里面出来 可以看到 印尼电针的声音 可以出在我们周遭 我们是希望他们也把他拔机的 所以由我们的反反接针 那一开始呢 就是看到这一家电 诶 蛮酷 所以 所以呢 不仅提问 有关于外景 有关于一切还可以 就像我们周遭 只是 我们选择要 看见 不是看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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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暑假我也是志工周的时候参与 然后后来呢就变成长期变成一个社团性质 然后就一直有在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里面的画面很多就是日常我们平常就会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就从去年的暑假就开始慢慢认识一些移工 然后因为就是真正去认识几位可以变成朋友的移工之后呢 就开始非常认真地学印尼文 然后像所以我们到了一年后因为我们的假真的太少了 像就是暑假只有三个礼拜 然后这一次因为我们是我们有三个人就是在一个月前去印尼 然后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礼拜的假 然后就是趁着这一个礼拜的假我们就跑去印尼玩 然后其实然后那时候我们要出国前 就在机场遇到其他要回家的马来西亚同学 他们说你们一个礼拜短短的假还要花时间做志工哦 然后什么怎么这么认真 然后我们说哦没有我们就是要去找朋友玩 所以我们这一趟行程 其实也没有规划什么具体的细节 主要就是联络了两个之前认身的印尼朋友 就是刚刚电影里面主要的两个主角 一个就是Rio就是他在南方澳之前当那个渔工 另外一个是之前是因为结婚来到台湾 然后后来呢因为一些状况他变成就是回复移工的身份 然后后来待了20年后他又回到他的家乡 但是不是同一个岛因为印尼真的很多岛 他就回到另外一个岛 然后非常有趣就是他在他回家前就是还没有看过他自己的家 然后他回家之后他在那边也是有短短四个 四个月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对他自己的国土也很陌生 所以他才会在店里面讲到说你不要问我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状况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就是从一年前开始慢慢 然后也在学校上印尼文课 然后就开始就是真的很想要去印尼这个地方 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子 跟就是去比如说以前是移工的家 看他们真正的生活是怎么样子 就发现说其实真的跟我们想象都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常听到说移工来台湾主要是为了再回家盖一个房子 然后我自己的心得是我觉得 因为我们原本想说那为什么他要大费走这样 就是盖一个房子那你就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政府住宅 其实就是比较低价的 那就可以住那种 为什么就是还要大老远 就是离乡背景然后可能还遭遇很多不明确的状况 然后那么努力来台湾就是为了盖一个房子 就是听起来投资报酬率不高 但是然后去才发现说好值得 因为他每个印尼人家的房子都超漂亮 就他们都很很专心的就是布置他们家 然后就感觉是他真的是 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去每个每间房子都不一样 然后都色彩缤分 然后就一直赞叹他们房子 然后他们就说 嗯 台湾的房子都没有颜色 就是要我们房子就是可能格式化 就是去买一栋别人一定设计好 看到每个就是每个细节 然后每个花纹都是自己去涂鸦的 然后每一间长都不一样 然后颜色的主軸也不一样 所以就是其实去他们当地才可以 就是感受到他们真正生活的一些细节 然后像去Rio家 我们才就是第一趟是前两天 我们其实就只有真正去只有五天 所以就两天去Rio家 然后一天找我们国外团的伙伴 然后剩下两天就去那个美智海家 而且还在不同岛 所以我们就花了一整天 从一个岛飞到另外一个岛 然后前两天去Rio家 我们原本也就是也没有商量好 因为我们是考完国考 那一天晚上就要飞去印尼 然后我们的细节都还没有很了解 我们自己的行程 然后后来才发现 然后他跟他的医疗对家人 一起来机场接我们 然后呢我们就开了七个小时 到了他另外一个家人的家 然后所以在这一趟旅程中 我们他们都是用那个自己的车 在我们就是在印尼各地的仓突跋涉 然后我们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在经历的是一个 一共如何申请来台湾的证件的一个旅程 因为Rio他是 他年轻跟我们差不多大 但他已经有个小孩大概1.5岁 所以他想要再次再来台湾工作 然后我们就很心里的是 刚好这一次去的时间 就是他一直在可能雅加达 跟他的乡村中间 往返然后办文件的这个过程 我才发现说 其实一个 一个 一共他真的需要办一个正式的文件 来台湾工作是 其实 呃要动员全家的力量 因为可能叔叔大伯都要帮他开车 然后他老婆小孩要一起陪他 然后在各地就是奔波 所以其实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然后另外就是美藏妮的故事 就是他的故事也非常特别 然后最特别就是我们 其实蛮感动就是看到他 在台湾辛苦工作20几年之后 终于就是回去 他已经赚好了足够的钱 因为他想要就是真正有一个家的感觉 所以他赚好钱 终于回去 我们就看到因为他还有 就是开启另外一个新生活 所以其实蛮令人感动 就是他接下来可能是一个不同的生活的模式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 呃就是参加完印尼的活动 然后就就是 就会真的很想要去 认识一个印尼的朋友 然后看看印尼到底是怎么样子 而不是在台湾 他们只有一半 或是他们很少部分的样子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吗 没有问题可以解散 没有问题要问答应 还是你就继续主持 哦好那 最后的话就是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 今天来参与的所有人 还有灿烂时光提供这么新的环境 还有晚安 哈哈哈哈 好晚安 谢谢大家 那如果我在工商一下就是 我们在9月8号的时候 一样是在灿烂时光 有一场是由国外团主持的 嗯 分享会那就是他们的 在国外所看到的 一些在印尼看到的 然后还有 嗯 他们去拜访了很多的 训练 训练中心 对 还有拜访一些仲介 对 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可以在9月8号来捧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